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,我们往往会绽造物主的神奇。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,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。 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部也是一样吗?每一分一秒,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。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,不用学习,不用思考其作用,虽成千上万,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,一切有条不问自然而成。 道在无身,运用自如,在眼能视,在耳能听,在口能言,在鼻能闻相丑。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,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。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,更主宰我们一生。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生主宰,并非二也。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,我们肉也看不到它,手也摸不到它,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。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,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,即造福人类的文明。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。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,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。 便以灵魂代表它,我们称其为自信老。 因其没有生灭,也不会坏坏。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,此真我,乃是最富足、最圆满、最光明、最完美、永恒、不秀的。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,看得见摸的这有形有象的肉体,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。 我们就可发觉,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。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相貌肉人,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。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,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,仍是好好的活着。 我们的内脏呢,现在科学昌明,其致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。 我们不能因此说,个人不是他自己了。 就算头的脑细胞,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,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。 因此,有形有象的肉体,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。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,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,不需数十年,又变成一堆黄土。 因它不是永恒的,我们称之为嫁我。 对于真我和嫁我有所了解之后,我们也就可以了解。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,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。 求得的就是三宝。 三宝简单明了,但也博大精深。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。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。 首先,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,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。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,假若迷失真我,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。 若是正假为真,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我,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,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。 因此,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焚的真我良心,真我,假我,血条融合,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,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。 其次,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,又称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,慈悲之门。 这个门非常的重要,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,自然由大门离去。 如果刺门无法开启,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,就可能会摔断腿。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,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。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,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,被过令寻旁门。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。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。 因此,我们可以发现到,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,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。 与挣扎之相,求到就是开启我们各生来死去之正门,也就是通偏大度。 因此,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,求得三宝,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。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,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,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。 使人生更有意义,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,得到超生不了死的保障。 百年之后,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。 所以,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。 先天大道之宝贵,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。 此点打开旋观正门佛门。 天堂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。 此点宝贵,超佛乐祖,超经乐,点超越天地。 得到这一点宝贵,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。 不约超生了四极的永生,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。 此能及世人人原来不有的,必须返回天之道也。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?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十个机缘求道,能够开启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,通天之正门。 这是第一步。 这宝贵的道,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一离苦的乐人生灾事,遭受种种之苦恼,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。 求道,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, 照回我们本有至真至迁至美至足圆满,永恒不求的真我。 在日常人行之中发挥真我,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,至于至善,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,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。 亲为一身之主,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,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,则不相随心转,还可以改变命运,趋及彼凶,朝向光明,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,逍遥自在。 二,若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,道的真意,便代代单传独受,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,如中国、印度等。 奈何,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,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,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。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,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,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,无数小战,伤亡无数。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,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。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,人心之变,但造了天灾人或连连,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谐。 因此,上帝红恩慈悲,特将大道谱传于世,以挽救良善。 求道以后,我们时刻存这道心,以良心待人处事。 当遇有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,只要成心使用三宝,必能灾地结。 逢凶化极,此事验证甚多,不生美举。 三超生了四人生,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。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。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。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,终究成空,微速渺茫。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广。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,难以超生了死。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,为人生至高之目标。 古代先修后的,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。 尽必生之力,苦修苦行。 仍难以仿的明师达成心愿。 如今大道谱传,先走后修,在求道过程中,天命明师一指,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。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宝障,我们得到以后,认识了真我,以真我为主宰。 愿离邪心望念,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。 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。 百年之后,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,永享平安喜乐。 四,成圣城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城贤的正因道种。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尽灌溉它,它必然萌芽开花。 结果,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,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,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。 求道之后,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,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,不计的人得失荣辱。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,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。 静其一生,精进不屑,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,归天之后,必正圣贤果未无疑。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。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,明师一点玄观开,打开正门佛祖来。 天堂飞在我身外,天上地下我都在。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质贵至宝也。 先天大道,天命宝贵。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。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。 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。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。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。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。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。 依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。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。 此次即的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其妙极意。 此者是无师智。 此智是妙智妙会。 此智此慧是我本来不有的。 由先天带来的。 一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。 以前我的初心。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。 先天大道之妙。 此妙之贵。 妙不容颜。 不学而知。 不学而能。 一即是天天带来的天知先觉。 妙用妙能。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。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。 不用思想。 不用念喉。 不用言听事动。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。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。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。 时可分妙也一不开其妙用妙能。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。 摄若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和汉星斗乱续。 日月无光。 亦不能轮转。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。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。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。 摄若大底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陪。 则片像丛生。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。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。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。 摄若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寸步难行。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。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。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。 此乃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妙之吉宜。 摄若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的支持而实行。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。 绝言妙不容言。 不是死后成佛。 当体即佛已。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。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。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到。 求到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。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到。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。 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。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。 将自古不清洽的大道不传于是。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。 另一方面。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。 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。 才能够顺利求道。 此外,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。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义得到以后。 愿一名疾病是建造的精神。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。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。 二德道以后, 愿以能力所及,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,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。 三德道以后,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。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。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。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, 则不但毫无意义、毫无效果。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文律。 各良心愿,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。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。 真诚实见良心愿,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应道种, 使他顺利蒙芽开花结果。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南逢的求道修道良辰。 值得一提的是, 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极是沾了祖德的光。 是顾上天开恩,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,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久。 我们的子孙义的硬帝,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, 这是最好的机会。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,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都可以求道。 欲求得天天大道, 脱出轮回之苦必欲之灾, 世间的穷通受邮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, 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,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成家其的幸运。 我本人心地善良, 我有先天跟机身后,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, 似极天元。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, 做善事, 此即祖上有德。 我牧人遇到颖宝师赌博得道, 赐佛缘以至。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,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, 今生欲天道将事, 一同得道修道, 此乃佛缘以至。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, 先天大道普传, 正就良善之时。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,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, 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,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。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练,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。 也正因为如此,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,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, 传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, 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。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? 我们又以下体点来看意, 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,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。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,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, 道就已经存在了。 因此, 任何教门,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,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。 事实上, 不止宗教,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,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。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,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,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,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,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。 二,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,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。 因此,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。 所以, 求道后的规界,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,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,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。 三, 不照良心愿行,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求道, 并非从外再加挤我们良心与真理,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,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,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。 因此求道后,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, 皆是自动自发的。 师父, 求道后,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,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, 来强制我们遵循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,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。 四, 圣凡兼修, 坚果之实践,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。 因此, 现今大道库传, 并不要我们家舍业, 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, 而是再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, 圣凡兼修。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,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, 就是真我之实践。 物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, 到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, 心灵更和谐。 而更重要的是,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, 且自身之提升,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,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。 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, 匡正人心力挽黄澜。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库传之宗旨, 及弥勒佛的原词, 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, 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佛。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?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, 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。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, 我们就会体认到,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。 许多前前得道之后, 发出了大诚心大庆心大智慧, 真修真行皆能参悟道,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,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, 甚至一朝一暮,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, 批刃至此,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。 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,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, 以鉴定初步的信心。 依任何人, 只要有求道, 经过深诞天命之名诗点开玄观正门, 传授三宝者,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, 死后皆是身软如棉, 面色如生, 灵性有正门归天, 东不品诗, 下不复臭, 甚有多智数日不变, 亦相满智者。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, 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。 这种现象虽然出现在某些宗教中,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, 而求道之人除性道不足于反道败德者, 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。 肉身即显似锐香, 足可正其灵性已登善境, 当无疑问。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, 其实是很脆弱的。 自从